如果没有蓝盈盈,张子怡也不会被网友嘲笑暗箱操作,让她多年的影后人设,一度翻车,在一档综艺节目中,作为娱乐圈小透明的蓝盈盈,凭借自己精湛的演技,一度碾压众人,最后赢得了与张子怡同台表演的机会,两人合作出一样电视剧亲衣,张子怡饰演一位未席而接近痴迷的小燕秋,观众都认为张子怡的演技,一定会碾压蓝盈盈,但是舞台上的张子怡,不知是不是用力过猛,面部有一种五官乱飞, 整个表演没有看到痴迷,只剩下风的感觉,如果说这个角色很难塑造,但是当年徐帆扮演这个角色,可以说是入目三分,没有任何夸张的面部表情,更何况张子怡可以赢得大满贯的影后,这个角色在她面前,肯定也小菜一碟,但结果出人意料,再看看扮演春来的蓝盈盈,整个表演,感情层层推进,但最后感情到达顶峰,整个爆发式的表演 带我上场 连台下的宋单单都夸赞,看到两人的表演 是觉得结果,肯定无容置疑,可最后是作为导师的,张子怡获得最终的胜利,或许节目组是保全导师的颜面,可观众又不是傻子,两个人的表演谁好谁差,还是可以看出来的,面对节目组的操作,张子怡更是被大家说是暗箱操作,遭到网友的嘲笑,更是让网友觉得张子怡心胸狭隘,没有作为前辈的样子。 面对网友的嘲笑,张子怡还不如当初表现一个大度谦虚的前辈样子,或许还会收割网友的好感,虽然蓝音音没有获得胜利,但是她却比张子怡幸运。 凭借这档节目,赢得网友的同情和好感,也向观众证明自己是实力,其实蓝音音的实力一直都有,在出演《甄嬛传》中,幻璧的角色,让她演得唯妙唯笑,整个就是心机绿茶女的感觉,让观众看了,恨不得拿起手中的砖筒,反观张子怡,她从大萤幕退到小萤幕,出演电视剧《尚名副》,剧中张子怡的演技,再次被网友嘲笑,说张子怡饰演的盲人演得太像了,不得不说,这句话太讽刺了。 其实蓝音音的表演得很,不止在演技上,在乘风破浪的节目中,本来备受好感的蓝音音,却遭到网友的讽刺,做人不要太蓝音音,让备受好评的蓝音音,一下口碑下滑严重。 在浪姐的节目中,有一个环节,在公演之前,需要重新组队,于是张雨起团队多了一个人,需要去宁静组里,当时宁静的组可以说实力很强,作为香波波,大家肯定都想去,可再问谁愿意去,没有一个人举手。 大家还发扬的传统美德,进行恐龙让离,其实宁静队伍,在此之前就商量好了,让郑希仪来自己组,郑希仪也答应了,但是在问到谁去宁静组,她却迟迟不肯举手,是觉得大家推来推去,马上就是推到她,可她没有想到,这时蓝音音直接举手,这时郑希仪小算盘落空的,仰起的嘴角,立刻放下了。 这边蓝音音高兴的对宁静说,宁静的回应也让人觉得无语,时候她是这样回答的,最后的呵呵意味明显啊,于是网友开始操心蓝音音,做人不要太蓝音音,其实我自始至终,没有觉得蓝音音做错了什么,现在是21世纪,不是古代,需要等着机会找你,作为新时代的女性,就应该像蓝音音一样,抓住机会,勇敢表现自己的才华。 对于其他女性,你推我我推你,其实想让大家推自己吧,如果说是这件事的,因为蓝音音的情商低,那就错了。 在跑男的节目中,节目组邀请了昆琳,宋佐,蓝音音,大家一起席地而坐,突然郑凯发现昆琳脚大,就说你的脚好大,蓝音音看出昆琳的尴尬,于是解围说, 这时在场人员都一脸不可置信,杨音音表示十分惊讶,看到大家都将,注意放在蓝音音的脚上,昆琳竟然也加入这个大队,于是在接下来节目中,蓝音音和宋佐比赛,节目组还专门为蓝音音做了个特效,大家还是不是cue蓝音音的脚,难道是节目组没有搞笑的事情,就一直抓住这个点不放, 这都什么年代了,还抓住大脚不放,只是说节目组提高一下节目是谁准吧,也为蓝音音的好心感都不值,如果不是蓝音音是这段热舞,大家永远不知道,这个娱乐圈中的小透明,身价不输勤奋,视频中,蓝音音音的家,整面的超大落地窗,和南北通透的豪华大平层,最主要这还在摩都的富人区,她家的一个卫生间,就是普通人打工一辈子也买不起的,一段房车的跳舞视频,在此掀起一阵风波, 视频中,蓝音音的房车,空间宽敞,面积十分大,于是大家都质疑,作为娱乐圈的的小演员,唯一拿到出去作品,就是《甄嬛传》中换第一角,为什么生活条件比杨幂还好,在网友的抽丝破茧中发现了,蓝音音的母亲蓝雪球,是知名的女企业家,早年蓝雪球离婚,带着女儿蓝音音,生活过得十分节俭,后来因为自己美貌,嫁给了蓝音音的继妇,而蓝音音的继妇是上海的富豪,于是蓝音音的继妇是上海的富豪, 蓝音音翻身成为了富二代,身价直接高涨,蓝雪球明白自己必须强大,才可以让女儿过上好日子,于是她开始从家庭主妇,变成女企业家,随着自己的打拼,蓝雪球成为十几家公司的董事长,所以有着优渥的家境,蓝音音之所以混进娱乐圈,就是自己喜欢演戏,如果在娱乐圈混不下去,就有回家继承亿万财产,本以为蓝音音只会演戏, 其实蓝音音不仅情商高,智商也高,在业余时间,考取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,其实蓝音音的资源也是不错的,凭借自己背后的实力,可以作为女主角,和劲东打搭戏,还收到好莱坞的邀请,就连某女郎刘浩存,都没有这样的资源, 其实蓝音音的性格之所以会是这样,还是离不开家庭环境,她说,不仅如此,蓝音音在中考报名上海戏剧学院附属中学,本来可以顺利进入,可是母亲把她的录取通知书给撕了,让她错失机会,于是三年后,她又凭借自己的实力,再次考上中系,从这也可以看出,蓝音音就是这样性格女孩,自己主动争取机会,这些的女明星,拿到不应该受大家喜欢吗?